今天上午9时48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椅运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 以一键双星的方式成功发射了第3334颗北斗导航卫星 卫星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 经轨控和向位捕捉后顺利进入工作轨道 这两颗卫星是我国北斗三号系统第9第10颗组网卫星 接下来将进行集成测试与试验评估 并与此前发射的8颗北斗三号导航卫星进行组网运行 从此次发射开始 北斗卫星组网发射进入前所未有的高密度期 根据计划 年底前将建成由18颗北斗三号卫星组成的基本系统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服务